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寿二年前一百二十一年 霍区并已经官拜跳骑将军 在出击匈奴之前 霍区并与霍仲儒享认 霍区并并没有怪罪父亲对自己和母亲的抛弃 反而还赠给父亲很多田产和奴婢 不久后 霍区并亲自去拜访霍仲儒 并将自己同父异母和弟弟霍光带到长安 介绍他做了汉武帝的侍从 由于霍光是霍区并的弟弟 因此霍武帝对他分外重视 将之以为自己的亲信 霍区并 英年早时候 汉武帝出于对他的怀念 将霍光连连升级 升任奉车都位 光禄大夫等职位 侍奉汉武帝左右 从性格来看 汉武帝是个刻薄少恩的君主 跟随在他身边的左右人等经常受到责罚 轻则矮板子 重则掉脑袋 唯独只有霍光和今日的 从来都谦虚 谨慎 一丝不苟 因此从没有受到汉武帝的惩罚 随着汉武帝的早去 继承人的选择成为这位老皇帝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 立太子刘具已经因巫蛊之祸而被害死 另外两个儿子燕王刘旦 广陵黄刘须又非常不成器 因此 汉武帝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八岁的儿子刘弗玲身上 刘弗玲身材健壮 且聪明伶俐 汉武帝认为他是最像自己的孩子 足以担起维持大汉帝国的重则 但是刘弗玲年纪太小了 他的兄长没有股市单单 因此汉武帝想找个合适的大臣 让他来担任自己的脱骨大臣 选来选去 最终汉武帝选择了霍光 那么 汉武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是因为在上朝时 汉武帝注意到霍光有个独特的习惯 他每次从下殿门进出 停顿 前进有固定的地方 因此他暗中找狼仆叶 暗中在地板上做了个标记 尺寸果然丝毫不差 看到这里 汉武帝就放心了 如果霍光没有端正 谨慎的性格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霍光不仅一天如此 而是二十年如一日 天天如此 因此汉武帝下定觉醒 让霍光作为首席脱骨大臣 汉武帝为何一定要找个谨慎的脱骨大臣呢 这是因为当时汉朝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容乐观 与匈奴的战争导致人民穷困潦倒 活不下去的百姓皆干而起 刘氏对汉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为了改变这一可怕局面 汉武帝决定改弦更张 与民休息 从而稳定住如同鼎沸一般的社会 然而汉武帝只知将不久于人 是 因此只能找到一个稳到极致的人 作为自己的后继者 而这个人 只能是霍光 了维护以刘芙玲 霍光为首的稳固政治 汉武帝还做出了个残忍的决定 杀死刘芙玲的生母 勾一夫人 汉武帝去世时 勾一夫人不过才二十多岁 可谓是母状子佑 汉武帝死后 以勾一夫人为首的外妻集团 肯定会和以霍光为首的脱姑集团 发生激烈冲突 若这种情况出现 汉武帝的求恩政策就很难实现 因此 汉武帝以防止旅后之祸为由 杀害了勾一夫人 汉武帝死后 霍光义不容辞的丹起 了辅助刘芙玲的重任 成为帝国实际的领导者 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 多次大赦天下 鼓励农业 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 对外也缓和了同兄奴的关系 并进一步在西日地区扩张 为了国家稳定 霍光甚至敢于废掉 不靠谱的海昏侯刘鹤 开创全臣费力皇帝的先河 最终霍光联合群臣将汉朝从聂王的危机中解放了出来 汉朝的国力在他手上达到了顶峰 史称昭宣之志 霍光死后 汉宣帝刘病已亲自主持了祭奠 并以皇帝之力安葬了霍光 然而好景不长 霍光的家人为了争夺权力 选择了谋反 结果被汉宣帝满门抄斩 或许霍光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追求稳定一辈子 虽然稳定了国家 却最终没有稳住自己的家 遭到作灭的下场 即便如此 汉宣帝仍没有否认他的功劳 而将他立位七零格十一功臣的第一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